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的棉签也好 腕勺也好 这个在多少年前是没有的 棉签的诞生 大家能够日常使用 这个可能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吧 这个之前肯定是没有这么方便使用棉签去弄耳朵的 这耳勺当然这个有古老的 比较老的 我记得我家里还有一个祖辈传下来的一串像首饰一样的链子 当中有一个 我们90%以上的人 外耳道字节功能正常 他不需要可以的去清理 这是很明确的一个说法 至于少数 丁宁确实分泌比较旺盛 产量比较大 因为咱们国家这个人口基数确实不小 你不用说10%了 就是0.1% 放到咱们国家这个人数也是相当庞大 就少数人 这个少比例的这些人 他呢 丁宁的产量比较多 这个是很明显的真菌啊 表面的这种真丝 白丝 丁宁的形成量比较多 字节功能弱 那只需要有耳科医生来处理 这个你自己也是解决不了的 你看像这个病例啊 他这个是很明显的 使用棉签把丁宁的残渣余料啊 怼到了骨膜表面啊 而且还形成了这种真菌感染 这是前面说的一些人的误区啊 就认为不用东西去清理 他就会堵满 这个是观点是错误的啊 如果真是字节功能不好 你自己的这种根本解决不了 你不管用什么啊 挖二勺的也好 呃 棉签也好 这些都是不行的啊 还有一个就是洗完澡以后啊 必须要擦干 这个观点也是错误啊 外耳道的空间啊 容量非常小啊 也就深度在两 离2.5到3.5之间啊 根据我们人的这个身高不同 它肯定是有区别的 空间窄 呃 进去的水呢 大部分会自然的挥发掉啊 随着我们身体姿势的变动 歪头啊 侧躺啊 它绝大多数都流出来了 剩下一小部分就都挥发掉了啊 并不是说一定要刻意的手动去清理 你看这个也是棉签中间顶的这个痕迹啊 剩下少量的水分有些人觉得不舒服啊 那就可以用吹风机啊 去烘干 这是最安全也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棉签很多区域你是碰不到的 因为我们的外耳道呃 这个曲度啊 它不是一个笔直的一个直筒 它是有勾有坎 有些地方虽然不是特别明显啊 但是它是有一些啊 边边角角的缝隙 靠棉签是擦不到的 别说棉签了啊 你如果使用这种专业的这个内镜操作工具 好多呃 有些点位工具都直接接触不到 不要说你拿棉签就捅了 所以这个日常我们棉签生活其他部位可以使用啊 不是说棉签本身有什么问题啊 只是说这东西不要在耳朵里乱用 另外呢 有的时候少数人确实他要用药啊 像这个真菌啊 有一些没有条件去做耳内镜治疗啊 有一些在网上询问 那当地确实没条件 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是反复被误诊啊 开这种抗容素地耳液的这种 那你没有办法 只能是自己想办法去涂药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棉签啊 棉签本身没有问题啊 是你使用棉签的方式啊 这就好像举个例子就是 就是我不是喜欢跑步吗 很多人都说这个你这膝盖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真正损伤膝盖的是你跑步的方法啊 你跑步的量啊 不是说跑步的本身 有大量的这个跑者啊 从年轻的时候一直跑到老 这个八十多岁 一直坚持跑到八十多马拉松的有啊 对吧 那也有些人刚跑了没几个月啊 往往受伤的都是这些啊 刚刚接触时间不短 不长啊 时间不长 然后一股热情啊 就跑量过大 自己的这个体重啊 各方面技术不合适 那导致的这种损伤啊 可能呃骨科医生啊 呃我接触的同行 不能说同行吧 同道啊 呃骨科医生当中 有很多一部分医生也是反对这个平时的跑步 因为他们肯定就像我看到的很多是用棉签捅出的这种真据 我估计是兴致一样的啊 这种看到的很多到他们的救人的都是这种啊 跑步完以后 就膝盖啊 膝关节啊 软骨的一些磨损 但是还有更多的啊 没有问题的跑者啊 呃控制好自己的跑量啊 调整好跑步的姿势 这些可以叫安全无伤跑啊 这个是业余选手的一个啊 可以走的一种可能的方向的啊 这个很多朋友留言 又平时经常喜欢发一些跑步的东西 经常有人在底下说这个问题 这次视频的事跟大家啊 聊一下 刚才也是啊 前两个都是啊 真据 清理 这个真据的清理呢 嗯 叫尽量的充分 能不能做到 完全彻底呢 这个难度比较大 啊 像这个 这个是自己耳朵不舒服以后啊 又乱用了第二页 康仑素类的第二页 自己在药店买 买完以后越点越难受啊 结果过来一看就这种样子 白蘑菇 黑蘑菇啊 叫什么黑散散恨 白尴尬啊 就这种 吃完糖版版这种啊 当然这个是不会了 真据感染啊 一部分的真据啊 甚至对于我们的 这种上皮组织是有一定的侵犯的啊 这个跟 真据的菌种有关啊 这外耳道顶壁的皮肤啊 已经有破损的痕迹啊 有的时候有散在的一些小的出血点 真据跟皮肤之间啊 它是这种皮肤疾病吧 在皮肤前表生长繁殖的时候 对于我们皮肤的前表啊 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所以会出现一些啊 主要是一样为主 少数啊 如果损伤比较重的 也会出现一些明显的这种疼痛啊 当然 治疗不当 有的时候像这种有明显皮肤破损啊 是不能使用 这种像什么 鹏酸啊 水洋酸 第二叶这种是不行的 这个骨膜的上皮啊 都有一定的这种侵犯啊 这种清理呢 只能是做到 把大块的啊 大块的这些清掉 有一些 这口上还有点这个湿疹的痕迹啊 这人是一个腕道湿疹合并的真正感染 这两个病经常在一块 那有一些啊 像特别像贴近骨膜的区域啊 如果这种粘幅很紧密啊 就不能去 盲目的不停的去清理了啊 因为已经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清理掉 另外强行的去处理 很容易造成这种骨膜的这种窗孔啊 骨膜上皮已经有损伤了 就适可而止啊 剩下靠药物 去把这个存留的啊 残留的这些啊 真菌的包子啊 也并造啊 进一步的清理了 当这个留的不能太多啊 你留的太多这个药有时候 这就是进攻和防守之间的一个衡量 这个疫情啊 可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 这两天的这个数据 无症状的特别多啊 无症状的数量 有些区域是远远超过了这个 缺诊的数量啊 很多人对这个不理解啊 这个是一个专业的 医学的支持啊 既然国家这么分 肯定是有它的相应的道理啊 后续我们的防控政策 可能会根据这个做一些调整啊 希望这个疫情啊 能够早日的平稳吧 争取能够还回到以前啊 没有疫情的那个时期 好 谢谢大家收看啊 我们周四再见